是个东北人 本嘉宾有更懂你的百合网推荐 你回来 在这里 尿的一个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和我一起采草莓 采草莓 为什么有这个爱好呢 因为我是辽宁丹东人 然后丹东的特产就是丹东九九草莓 然后个儿大 很甜 就是平时我的朋友们 都是两个人一起去 然后我希望能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我也想和对方一起去 6号 男嘉宾你好 那我可不可以 你一边采我一边吃 这样子算不算一起采草莓 可以 我负责采你负责吃 你负责吃 他本来挺有情趣的一个活动 被他一说的就没什么意思 两个人嘛 对不对 谈恋爱两个一块 和他说你采你的不吃 对了 那个飞哥 我呢从丹东来的时候 买了点草莓 太匆忙了也没拿到多少 太好了 丹东的草莓比别的地方 确实要好吃吗 确实是比较甜 别的地方我也没吃过 你拿去分给他们吧 好嘞好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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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来自四面八方 愿不愿意介绍一下 你们家乡的什么特产 刘慧 我来自湖南永州 我们家乡的特产 就是那个蛇酒 就是泡的那种药酒 泡的那种药酒 永州八季说的就是那个地方 对对对 刘宗言写的对 23号 辽宁大连 然后我们家乡特产有樱桃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来采樱桃 咱们应该也算老仙了 我也是辽东 离得很近 一小时高铁 陈一涵 南京人 男嘉宾 您好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 然后我们南京的特产 就是非常有名的盐水鸭 我就是从小吃什么东西 都喜欢蘸醋 但是我们南方就喜欢 把这个醋倒在这个小碟子 或者小碗里面吃 这样吃起来非常方便 尤其是我们的恒顺香醋 六年成 采用江南优质糯米 手工酿造 淘坛晒制 月存 月存 太棒了 我吃草莓都想占你 好的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介意我总是寸头 我要来相信就是 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总是光疼 就是为啥就是我留寸头呢 是因为就是我之前是当过饼的 当过饼 然后就是头型 就比较喜欢干净利索一点 然后再一个就是啥呢 就是早上洗头的时候 省洗头稿 好 11号 男嘉宾我想请问一下您当的是什么兵 A 我是那个空军的那个雷达操纵员 在那个大塞上 当了几年对不对 当了两年 3号 男嘉宾其实我想说 您说对方会建议你是寸头 其实他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寸头 如果他建议的话他就不会选择你 对啊 说了也没毛病反正 不法反驳 看片子 人亦铁汉 人亦铁汉 有志青年 这就是我 一个纯正的东北硬汉 高靖浩 我18岁三军成为了一名雷达操纵员 专门守卫几百公里以内的军机民航 负责警戒间引导人物 我当兵的时候 条件非常艰苦 经常断水断电 大雪封山 但我依旧觉得非常光荣 退伍后 我成为了一名交警 加入了城市的铁骑大队 铁骑大队主要负责处理城市突发事件 指挥中心电话一响 我们就得出发 这边有个大娘被肚子咬了 要去市医院打雪银 求交警开刀 好 我们马上出发 由我们铁骑大队开刀 原本半小时开外的医院 十分钟不到 我们就给他顺利送达 让大娘成功脱离了危险 其实 我们指挥中心电话铃声 从来就没有停过 我也在很多次救援后 获得了一等治安荣誉勋章 除了救援 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铁骑大队处理 有时候 我们也要为119逆向开刀 让他们及时赶到 火在现场 煤气爆炸 我们也得第一时间赶到 及时封锁现场 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东北入冬后 是我们铁骑大队最难熬的日子 为了维护市民交通安全 即便寒风吹在脸上 就像刀割一样 铁骑大队也从来没有退缩过 一次机缘巧合 我离开了念念不忘的铁骑大队 去了一家马场 做了马术教练 我知道 你们通常认为的马术教练 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马术教练是这样的 宝贝 给你舒服尾巴啊 不然啊 老实点啊 宝贝 下次骑你啊 我还是个伴郎权威专业户 最早是我的老班长找我当伴郎 因为是第一次 特别紧张又特别兴奋 那种感觉不亚于做新郎 后来我的朋友 我的战友 都来找我做伴郎 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足足做了十五六次伴郎了 对闹洞房的小游戏门儿清 偶尔也会幻想一下自己的婚礼 有人对我说 伴郎超过五次就结不了婚了 说不担心是假的 这部我来到了《非诚勿扰》 希望可以顺利找到 我未来婚礼的女主角 说伴郎超过五次就结不了婚 有没有人说伴娘当了几次就 有没有这个说法 三次 我听说的好像是三次 台上的女生有做伴娘 超过三次的没有 好 朱瑞超过了 我超过了 我做了四次了 然后我已经放弃这种说法了 我觉得完全不影响我找对象 陈一涵呢 我也是四次 然后第五次的时候 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 本来也想请我做伴娘的 但是他知道我已经四次了 他说算了我还是就是给你 不害别人吧 对 你十几次 为什么你中签当伴郎的概率这么高呢 第一次吧 就是我退伍回来的时候 我一个老班长 就是他当时结婚了 然后就找到了我 刚开始也是挺腼腆的 随着后来当多了 习惯了 在这一块就权威了 权威了 权威了 权威了之后 就老去老去 有没有这样 当伴郎的时候 那个新郎基本上是第一次嘛 对吧 你有没有上去 你不是这样的 我教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结婚应该是这样 你有没有指导过他们 基本上我都可以不用彩排 那咱们东北有什么 离娘肉那个环节 或者是闯门啊 玩的那些游戏 还有什么新娘找鞋之类的 都可以 你全都知道在哪里 基本上吧 因为就那么几个地方 参加四度多了 也没有新鲜感 这是无他为首说二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做过这么多次的伴郎 说明你人缘非常好 那在生活中 你是不是脾气很好 不懂得拒绝他人呢 不是 就是我这个人吧 就是脾气还是 有时候有一点点就是急 但是人比较好 当了几年交警啊 我在铁锡大队应该是做了六年 铁锡大队就是我退伍回来的时候 然后因为身高1米85嘛 然后身体素质也比较好 就到了铁锡大队 第一排最右边 对 第一排最右边那个 蹲的 对 因为当时就比如说突发情况 我们就会做应急处理 包括丹东是个旅游城市 就是有时候车辆会堵 我们会骑着摩托去排查堵点 就是保护市民嘛 而且铁锡大队在现在的整个 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 这个警力机动性方面 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之前去有看过杭州的 那个城市大脑 非常重要一点 叫做最快双腿 而且它的那个大数据 我们到了那个大屏幕前面才知道 就所有的点位是实时调动的 它能保证你在地图上 任意点一个位置 在大概五分钟左右 都会有最近的铁锡 会迅速感到 所以当这个马上移动了之后 剩下所有的都会 朝这个方向来移动 它是一个动态平衡 它的这种单宾作战能力 虽然没有那么强 但它给所有市民带来的 心理的这种 安全感 安定感是非常重要 我现在还记得 因为我是武汉人 当时在所有的 这个原恶的医疗队 离开的时候 全部是武汉的奇景 一支一支的队伍送到机场 因为直到过去 三四个月的时间 为这座城市 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是表达静谐的方式 这种礼遇啊 为什么就破雷不干了呢 就是因为机缘巧合吧 就是我在那个沈阳 有个马场的一个朋友 他是蒙古人 然后我就拜他为使了 也是想体验一下 不一样的这个工作经历吧 现在骑马的人挺多的 主要是 对 差不多吧 到底还能不能聊 就有点紧张 就今天上台 照片还有吗 有 应该是有 哇 大白马 好帅 好帅 白马王子 8号 男嘉宾您好 因为我也非常喜欢骑马 然后刚才您从那个 舞台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然后我还跟我的小伙伴说 我说男嘉宾腿好直 就是好像马术教练的那个腿 就是条贼症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经常骑马的话 有助于我们瘦腿 然后可不可以跟我们 这些女生分享一下 我来跟你简单地说两句 马术这项运动 对人的身材的要求 他们不是因为 我们从事了这项运动 我们的身材 变成了那个样子 而是因为 你们有那个样子的身材 才去干了这个工作 马术分速度赛马 就我们看到什么 那个速度跑圈那个 那种比赛的 运动员的身高都很矮 他不能高 高了之后那个马会影响速度 而盛装舞步和马术障碍的这些运动员 身高都比较高 就像差不多是这样的 孟非老师好像对马术有点了解 不太懂 不太懂 知道一点的而已 还谦虚 这是谁 这个是我 我骑马的时候 然后拍了照片 这个着装好像跟一般的马术着装区别 你是爱骑马还是爱照相啊 你是舞蹈演员在骑马的感觉 在马背上思考 你为什么不跑起来呢 这是 这个是我 这个当时是我们自驾 然后是在新疆的一个山顶上 然后山顶上有一个放牧的人家 后来我们跟他那个牧民去商量 骑了他们的马 所以没有任何的护具 这是黄岚 黄老师 黄老师身材也很 也推很长 适合骑马 策马奔腾 这个是 这是在内蒙 我们拍戏嘛 然后让我来骑一下 哎 哎 这是我飞哥啊 这是好多年以前 这个马好像不是很高是吧 这个马 哎哎黄老师 完了就不是很高了 就很高啊 这个马正常正常 你起码当教练多少年了 呃 到了一年左右 一年多 会一直从事这个吗 呃 本人还是有点马术梦的 就是还是有点梦想 好 那跟下一条 你好 这是小雨之前想跟你提过的 你俩认识一下 我的第一端感情 是从一个饭局上开始的 你好 你好 但并不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小雨 而是小雨身边的闺蜜小丹 咱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刚开始她对我很体贴 下雪天她给我送暖贴 我病了她给我送药 随着大家越来越熟 彼此露出了真性情 她指我也指 遇到矛盾 都不互相惯着对方 我是个特别守时的人 但经常我到她家楼下接她 她还没有开始打扮自己 一气之下我就说了一句 喂 你要迟到啊就别来了 不来就不来 睡喜哈 情绪之下两人都很刚 但很快我就服软了 你还真不来了 不过性格这是很难改 一次她约我出去半点试 我以为拉肚子迟到 一会儿就过去了 她一怒之下就开始怼我 一天到晚默默唧唧的 啥意思忘不上 指不上就别指了分手不好 就这样我们分开了 后来想想恋爱时需要良好的沟通 切记着急和嗓门大 我的第二任女友 是一个在意大利长大的中国女孩 刚开始她经常会给我做意大利餐 我觉得很幸福 后来我发现她有点黏人 尤其在我们逛街的时候 她会不分场合的过度亲密 让我有点不舒服 另外她穿着耀眼 周围人都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但我还是忍了 不久后她回到了意大利 我们的距离被时差拉得越来越远 太累了 分手吧 刚分手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过了段时间 我在她朋友圈 看到了她和其他男生的合影 有点莫名的伤心 但一切都晚了 你长这么帅 身边应该不缺女生吧 太缺了 我身边哥们一堆 就是没有女生 我有点高冷 不太愿意讨好别人 所以凭实力单身 今天在这里呢 如果你喜欢我 咱就好好恋爱吧 李嘉欣 李嘉欣 男嘉宾 你好 我看你的短片里面 你是不太喜欢黏人了 你会觉得不适应吗 就是我不是说不喜欢黏人 我是觉得就是如果在朋友们面前 做出太亲密或者是太过激吧 那个动作不太好 就是让朋友们尴尬 就比如说她突然做你腿上那种 我指的是那种行为 还说做腿上就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你行为当中的 比如说哪一条界线 在朋友面前你觉得会比较过度 比如说一起吃饭 她突然亲你一下 你就觉得很甜蜜 你还是觉得好丢人 那我会觉得一脸油吧 明白了 反正我觉得吧 在公共场所两个人的亲密程度 不要引起周围人的不适感 这是一个底线 朱睿 男嘉宾 你好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短片里面就是女生说我们分手吧 她就很生气 然后你直接说分手 那你后来有没有试图挽回这段 因为冲动分手的感情 这个我也想过 就是我觉得吧 两个人之间一个巴掌拍不响 当时已经马上差一步就要分手了 彼此都没有什么耐性了 然后因为这个事就是爆发了 当时就是前女友她 早急办事是防止的事 然后让我陪她去办 我当时是有点急性长眼 我说我不去了 她就说啥也指不上 有点刺激到我的那个自尊喜了 也就一气之下 然后我觉得是既然都过去了 就是还是要多反思一些自己 然后才能更好的就是对下一个负责 就这么想 最后一个问题 23号 男嘉宾 你好 你的第二段感情是女生公开了朋友圈之后 你才感觉到难过 你们分手了 那么这中间的一段时间 你们是不是在冷暴力对方 没有 当时是因为有失察 我睡的时候她才醒 她醒的时候我睡了 后来分手了之后 也没有太多的就是真实感 但是之后看到她朋友圈之后 我会觉得好像是真分手了 然后会这个难过 我觉得这是人一个正常的一个情绪吧 现在留灯的是2号 3号 9号 来 伤心闭道一旦能回来 看一下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哪一位 17号 来 看一下致推是 高静昊的致推女生是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致推女生 14号 赵瑞昕 男生热情有温度 慷慨大方 乐于助人 注重品质生活和仪式改 在关系当中 重视彼此的交流和相互成长 非常重视亲密关系中的陪伴 和感受 女生的性格大气洒脱 灵活善变通 感情当中需要独立空间 同时也享受两个人独处的浪漫时光 男生需要学会让女生知道自己哪里受了委屈 女生也需要多多陪伴男生 多多交流 两个人才能彼此更懂对方 更加心有灵犀 更有默契 供两位参考 来看四个女嘉宾的基本资料 刘慧 一 我最爱的款 二 我工作的画室 三 矛盾的我 我选一 特别喜欢学霸 喜欢她们自律和勤奋的样子 和她们在一起 自己也会被激励起来 变得特别勤奋 特别有目标 朱瑞 我的小可爱 城市一键切换行旅纵横热力土 选二 喜欢旅居总是走走停停 一直在寻找一个城市 那里有自己喜欢的人 你的城市会是我以后的家吗 赵瑞昕 兴趣广泛 爱是相互的理想中的另一半 二 来看一个短片 如果我有一个男朋友 我一定会把他宠上天的 我希望爱可以是相互的 我爱你 你也可以爱我 两个人在一起好好的生活 好好我的彼此照顾 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也可以对我加倍地宠爱 王霜 黑暗料理师 口是心非的女人 喝酒之后 喝酒之后 逻辑变得超级清晰 并会自来熟 无论对方认不认识都会上去 撑兄道弟聊两句 然后拜靶子 酷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如果双方有这个矛盾了 你们怎么解决 刘慧 我会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不那么生气的时候 再会去跟对方聊一聊 朱睿 我觉得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如果是你的错的话 我会给你台阶下 然后会让你可以跟我主动来认错 如果是我的错的话 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台阶下 就比如说 你晚上跟不跟我一起去吃饭 我说那好呀 我肯定会跟着你去 所以如果我意识到我自己错的话 你有没有意识到我自己错 有 还是有的 那就好 那就好 赵瑞欣 如果是我的话 不重要的问题的话 我会直接怼回去 就是不要跟我大声说话 不要吵架 你坐下自己想一想 好厉害了 3号 如果是我自己的问题的话 可能我不会愿意成是自己的错误 但是我也不会去理我的男朋友 我可能是有一些间歇性的 不说话 消失这种情况 但是男嘉宾去可能也不用哄我 我自己就消化好情绪以后 我就会回来 曾经比较常见的消失的时间大概是 就是我之前说的旅行的时间一个多月 我正准备问几个小时 他说一个多月 他的计量单位是月 我看男嘉宾越听脸越长的 男嘉宾最大的问题就是沟通 总是跟女朋友障碍 所以他就提了一个关于沟通的问题 就想听听大家有什么高招 听了四个答案想牵自己的马 对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那我可以直接上去吗 飞哥 可以 好 好